大家好,我是评讲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中朝手工军 那今天呢来带大家来做一个 成熟的小石榴 那集珠的部分呢 就是在顶端这里做了一朵小花 然后石榴成熟的一个部分呢 是用长花的一个方法 绕了一颗珠子 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制作过程 先看一下材料 我们这里呢还是1.6的米珠 有这个橘红色跟银色 铜线的话还是30公分的 我们先串两颗红色的 然后串三颗银色的 再来一颗红色的 看一下这个数量 铜线这里先预留12公分的一个位置 然后把珠子放下来 回穿我们第一颗红色的珠子 把这颗珠子在这里压住 然后把这个线圈拉紧 这样我们第一个小花瓣就完成了 下面继续加珠 在长的这一边加 三颗红色 三颗银色 再来一颗红色 第二次加珠 这里呢回穿的位置在中间的这颗红珠上 第一颗第二颗 然后再重复三颗 一共五个花瓣完成之后 我们再增加一颗珠子 然后这颗珠子的线呢要对穿 然后这里呢我们其中一头再穿过二四四颗珠子 如果一次穿不了四颗的话就慢慢穿 可以一次穿两颗 两边拉紧 这样我们基础的一朵五瓣花就完成了 下面呢我们要在中间加一颗米珠 米珠是3.5毫米的 先对穿 看这里差点就打结了 一定要把这个线变成一条直线 然后拉到背后去 这样一朵小珠花就完成了 还是先就去买那种免僻的 两根两米的 然后先穿过其中一端 再穿珠子 这根线呢是在这里 我们拉紧往下翻 就是先拉一圈周长 然后从这里回过来 这里呢我们不急着去做 我们把珍珠的面 刚刚是二等分 现在变成四等分 注意四等分的时候呢 我们底下这个铁丝呢 自己注意一下 位置稍微交换一下 现在呢是变成了一个四等分 同样的把这个线先穿进来 接下来呢我们就八字法 就正常的去绕圈圈就好了 然后这个位置呢我们可以自己去手段去均匀一下 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这样我们一颗 蝉丝线的包裹呢就完成了 珍珠的长线就好了 那下面呢我们把这个位置 线头顶住然后把两根铁丝向下抽 然后一根一根分开这样拉紧我们一颗红色的手石流就好了 然后观察一下它的一个外观是整齐的就行 两根线先插开 插后面的口子大一点 然后按照我们刚刚拧的一个顺序去做绕线 当然如果有辅助的那个也行 然后来说一下这个底下的线 底下的线呢大家可以这样包裹 如果你们想换颜色的话呢也可以 这样子转一下就可以包裹起来了 最后底下这里拿个胶水去固定就行 白土椒也可以 这样一颗长花小石流就完成了 你们学会了吗